所以才有辦法採卵呢 因為旁邊還有固實生殖不需要交配就可以採卵的竹傑蔥 那楚南市小異竹傑蔥呢 他們的卵長得很像草的種子 很像草的種子 那螞蟻會喜歡吃草的種子 如果螞蟻會喜歡草的種子 那螞蟻會把草的種子放回螞蟻窩 那今天你們喜歡自己的食物發霉嗎 不喜歡 所以螞蟻也不喜歡自己的草的種子發霉 竹傑蔥跟螞蟻他們就有這樣的關係 他把卵弄得像草的種子 螞蟻就把他的卵搬回螞蟻窩 妥善的照顧 直到孵出來才跑掉 然後可能有一種螞蟻才會把葉子放到咬巴巴 喔對 等一下後面可以看到 會養菌種香菇的螞蟻 或種香菇的螞蟻 在第二個副種區可以看得到 那這邊的竹爵蟲 他是會把他的卵就像草的種子 讓螞蟻得到很好的照顧 那螞蟻會幫他他的卵不要發霉 不要太濕 太乾的時候給他一點水分 他的軟就可以很快的孵化 那楚男士小異竹傑蟲 跟等一下看到的竹爵蟲比較不一樣 他比較挑食 他吃的一樣是剛剛我前面說過的 蝸蚪的植物 蝸蚪就是我們常聽到的 糖草栗子的蠣 或者是冰原曆險記裡面看到 那隻松鼠抱著的那一棵有沒有 都不放開那棵 那一類的植物就是蝸蚪的植物 主男士小異竹傑蟲 他是生活在蝸蚪的植物上面 那這裡旁邊看到 是端尾水螳螂 水螳螂以前的農間 可是田間也非常多 但是因為現在環境破壞的關係 他需要乾淨清澈 沒有農藥跟沒有化學 化學干擾的 對淡水化學干擾的水源 所以現在的田間幾乎比較少看到 那端尾水螳螂呢 他們也是他們交配 一般的蝸蟲交配常常是這樣子疊在一起 或者是屁股對屁股對不對 他是有一點偏向側邊上來的 那他們的媽媽呢 會把他們的卵 產在水邊的浮沫啊 或者是水草上面 然後他們產卵之後呢 上面會拉一個小小小的吸管 讓他的卵可以呼吸 一樣跟剛剛我講的紅年花一樣 讓他不要淹死 轉彎水螳螂的吸管更明顯 他就是一個中空的管子 來幫助他的卵呼吸不要被淹死 就請你想像 在一個椰子上面插了一個吸管 那那個獵物可以接 假設那個石管上面插了 他是屁股 他的卵很小 不太會有獵物能夠去屁股 他卵太小了 對不太容易看得見 太小 他比較容易是被沉下去 因為他的卵獵物不會特別去屁股 因為他看起來就不像食物 所以他看起來就像白色的一撮毛 對 所以他不太會被取死 對那 那這邊 因為前面還有人 我多講一個前面剛才蜻蜓 我沒有補充到的地方 蜻蜓啊 我們剛剛前面有看到競爭求偶 那蜻蜓也會有一個現象就是 蜻蜓的幼蟲 蜘蟲我剛剛一開始說 他是在水裡面生活對不對 所以蜘蟲也應該是在水裡面產卵 那熊蟲會搶地盤 他會在他喜歡的一塊水域 他覺得嗯這個地方不錯 可以來養我的小孩 就在那裡繞圈圈 站地盤 然後讓蜘蟲在這邊可以順利的跟他交配 那如果有其他熊蜻蜓來 你會想怎麼樣 這是你的地盤 打死他 不用打死他 就把他趕走就好了 對不對 打死太殘染了 蜻蜓點水是在交配 蜻蜓點水是在殘亂 對 那只有蜻蜓會點水 對 鬥娘不會點水喔 可以嗎 那鬥娘說如果有一個去 就是熊蟲那一隻 他還沒有交配 他如果有一個 已經交配要找蜘蜂 殘亂的地方的蜘蜂過來 他會跟他全嘴跟他交配 還是趕走 好 我知道你的問題 很不錯的問題 通常啊 熊蟲 會帶著蜘蟲交配 熊蟲在蜘蟲交配的時候 會不停的保護他 所以不太會有機會說 交配完了 蜘蟲自己飛找地方找水交配 其實不太會 通常就是蜘蟲會在熊蟲 幫他找好的水域交配 對 那如果蜘蜂 蜘蜂已經 蜘蜂已經 蜘蜂裡面已經有軟了 可是他找不到地方 他找不到地方 找不到地方 會不會有 好 昆蟲的蜘蜂 蜘蜂之後 其實肚子裡面 大部分都已經是有軟的 他們的差別 在交配這件事情 只是要讓肚子裡面的這些軟 受精 所以呢 即便沒有受精 他還是得採掉 因為那是他 變成蜘蟲最重要的 就跟人類一樣 對 他還是會 想辦法把軟採掉 但是蜘蜂呢 他其實真的需要熊蟲在旁邊 他才會比較多 不是啊 可是他找不到地方 找不到地方 才軟的話 他會亂採 你有沒有看過 你下次可以注意看看 如果有一天停車場 然後那天是下雨天 你會看到有時候 熊蜘蜂在盤旋 在車的屋頂上面 時衝就不停的在車上 真的嗎 他以為那個是水墓 他們如果 他們會找到很像 他們認為 很像是水的地方 去沈軟 所以常常會在水挖裡面 很可憐 水一乾掉 那一批幾乎就沒有了 所以為什麼昆蟲 要以量取勝 對 他生了很多 可是那個軟太小啦 然後水一乾掉 那他馬上就死掉 剛才哥哥有講到一個 為什麼昆蟲 他以量取勝 為什麼 原因是怎樣 因為很容易 對不對 對 所以這些就可能是 他大部分死掉的原因 所以昆蟲才得不停的 這樣子以量取勝 所以昆蟲其實 能夠活到 能夠被我們看到成蟲 其實這些都是不容易的昆蟲 他們都是 裡面王者的王者 精英中的精英樂 他們都很辛苦 對 昆蟲存活不太容易 對 那好我們現在往下一個做什麼 對